我们知道电子是一种粒子,但找到那个粒子的概率由确定额的波提供,波越大,在那一点找到特定粒子的可能性越大,这一不确定性就是海菲导提出的特不准原理,也就是你不可能同时计知道一个电子准确的速度又知道它的位置,你同样不可能知道特定时间中它的确切能量,在量子水平,一切的基本定律常识都遭到了违反,电子会消失,并在它处重新出现, 而且电子可以在同一时刻存在于许多位置上,为了让你了解量子理论是多么古怪,我们甚至可以计算一个人的原子会忽然消散,并且在墙另一边忽然出现的概率,这牛顿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,但在量子力学范畴中确实被允许,答案是,这个人必须等待比宇宙的寿命更长的光阴好让它发生,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,如果你用一台电脑会出你自己身体的确定恶波,你会发现它与你的身体特征 非常相像,只是会出的曲线会有点模糊,你的一些波像次面八方流出,你的一些波甚至会延伸到遥远的星体上,因此有那么个很小的概率,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在一颗遥远的星球上醒来,为什么量子世界中的事物,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,一会在这,一会在那,充满着可能性,然而宏观世界的物体,都是由原子和粒子构成的, 却一直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,我们总是在这或那,为什么在量子世界里发生的怪事,到了宏观世界就消失了,事实上,电子看来可以在同一时刻处于许多位置,但这一事实却构成了化学的根基,我们知道电子围绕一个原子的原子和运转,就像一个微型太阳系,但是原子和太阳系不尽相同, 如果两个太阳系在太空中相互冲突,那么太阳系会支离破碎,心体们会被抛制到太空深处,然而,当原子发生冲突,它们通常会组成极为稳定的分子,分享它们之间的电子,而这对电子在同一时刻位于许多方位上,换句话说,所有解释我们体内分子的化学,是建立在电子可以在同一时刻位于许多位置上,并且正是两个原子间的电子, 共享,把我们身体的分子,结合在一起这个概念上,没有量子理论,我们体内的分子和原子会立刻解体,在现实中,在原子中如此普遍的量子越先,无法被简单地普及到大型物体上,比如说含有上万亿个原子的人,尽管我们体内的电子在它们环游原子核的每量旅程中舞动着,跳跃着,但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,以至于它们的运动相互抵消了,粗略而言,那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宏观水平上, 物质看起来是固体的和稳定的